作業基本上一就是先把這個綜合練習把它完成 二的話請你把REPT到LEN這個MID這邊的函數 後面這些自己補上 我剛剛做的 反正你就把它盡量練習看看 那至於這個TWIN我是沒講 不過如果你要練習 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自己玩玩看 那三的話就是這個TES的函數 把它從原來REPT改成LEN改成用TES來完成 那最後的話你就把它存檔 那檔名不用改 因為Moodle上面每個人都是唯一的空間 檔名不用改 你就直接存檔之後 把它上傳到Moodle的作業區 就完成今天的練習作業 OK 那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下個禮拜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要來再練習那個樞紐分析表 那要統計什麼 其實主要就是統計 比如說像這個會員資料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資料裡面 看Ctrl向下 總共大概100個會員裡面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一個訊息 比如說我想知道生日裡面 到底哪一個年齡層的人最多 那理論上一般 大部分會用什麼幾年級生 比如說是五年級生 六年級 七年級 那這個幾年級生的話 其實就是50到59就五年級 可是我想要知道這個訊息的話 那我們會需要用到這個什麼 樞紐分析表最快 就是快速統計這個結果 所以我需要得到一個報表 你會發現馬上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100個人裡面 七年級生最多 那最後畫個圖好了 畫圖應該最直覺嘛 那怎麼樣可以得到一個 很直觀的一個報表 跟一個圖表 OK 那其實這個就是 左邊就是樞紐分析表 右邊就是樞紐分析圖 OK 那怎麼做比較快 其實當然很簡單 那你可能要注意 第一個 因為這邊沒有那個 有一個欄位叫年次 所以你可能要多一個叫年次欄位 那你想說幾年次 那我要怎麼樣 剛好得到幾年次的這個資料 你想說老師我知道前兩個字 所以你可能說我用插入函數 然後用什麼 用Lapt 你想說Lapt 然後這個資料給他 我要取兩個字 但是按確定之後 得到的結果上下填滿 欸 怪了 為什麼 我明明是70 這邊卻是29 有沒有 所以呢 這個原因 出在哪裡呢 其實這邊 最大的關鍵 就是跟那個什麼 你實際上的資料 你看到的並不表示 它實際上長的樣子 也就是它實際上裡面 放的資料是這樣 可能是1981 那為什麼是29 其實這個後面我們再談好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真的取得70的話 那怎麼樣可以剛好取得70 如果你可以取得70之後 後面就可以做統計分析了 不過這個 我想因為今天時間可能沒那麼多 所以下一個禮拜我們再來看 有關 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的應用 假設你想要先預期的話 可以先看 或者你可以看一下 廣播到其他的影片 然後圖書館有相關的書籍 OK 那今天 時間也差不多 不然我們今天的話 就先到這裡